全國新住民劍走活動 鳴槍起跑 民眾冒雨從碧砂魚港出發 進行到草進公園 工作人員忙著將水煮蛋分裝處理 一整藍的白色水煮蛋 總計有2000顆 全都要送給民眾 現在蛋剛好在蛋黃時期 買蛋各方面的價格 或者是要買到的也不容易 能夠在這個時間點拿到這個蛋 真的會有點小確幸 現在很缺蛋 所以拿到蛋真的很幸福 健走活動其實今天大概有超過2000人參加 除了運動的時候 我們也特別準備2000顆的水煮蛋 讓大家不斷可以運動 又可以及時的補充營養 我覺得這是一個推廣運動的一個很好的效果 原來全台鬧蛋黃期間 市議員張炳君體恤民眾缺蛋恐慌 先是發起了愛心雞蛋 還鼓勵民眾捐血就送雞蛋 這次配合新住民健走活動 特別準備了水煮蛋發給民眾補充熱量 那其實我們這些雞蛋的話 是在前兩天的時候購買過來的 那為了今天的活動 特別在昨天凌晨的時候 大家一起分工合作 然後藉由四季糕點的中央廚房的幫忙 然後一次性的煮了這2000顆的水煮蛋 所以這是保證營養又健康 健走民眾人手一顆雞蛋 還有現場一股美食攤位免費品嚐 開心滿足的表情全寫在臉上 記者黃燒民金融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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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